大家好,我是沖神,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今集继续上一集的与黄丝对话系列 能够进来的朋友,我假设你都已经看了上一集 与而英黄丝讨论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民主 如果未看的朋友,我建议你先去看 否则你不一定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今集横跨的内容包括 继续去对比不同国家的国安制度 国家安全立法和宪法是不是应该得到市民的同意呢? 条件和投票到底哪一个比较能够反映民意呢? 事先声明一下,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与你意见不一样的话,都欢迎留言表达 但请你注意言辞,面积不雅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儿子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选择全部,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可以去回我的网站Chungstock.co 了解 而影片间界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挡大家太久了,去片 请问美国有没有一条类似这样的条文呢? 是他的国安法律法 真的有 是,讲什么的? 你等等 我是真的有影片做过 你不介意我可以传个影片给你 那我就免得逐条逐条讀 简单点你就读其中一条,跟我刚才说的类紧 那这里,上一集的结尾已经读给大家听了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第一集的结尾部分 是不是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呢? 先举一下,因为我们要考虑它的内容是什么 刑事法Criminal Code Act 1995 他就说针对叛国和颠覆国家行为方面 任何人意图作出革命或破坏的行为 意图而已 那就已经可以判终身监禁了 意图也是很难定义的 我说你有想你就有想 在这里暂停一会 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做国安法影片的年代 已经是2020年至2021年的事了 直播的时候得如其内的问题 令到我把条文搞错了 现场的时候我被问到这些问题 我只能够到这些旧稿里 临时临急找到刑事法1995 但这条其实不是美国国安法 而是澳洲国安法 不过其实也不影响及后的讨论内容 在这里也顺度让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条法案 澳洲刑事法1995 也就是Criminal Code Act 1995 这条法案涵开叛国、间谍和恐怖主义三大犯罪内 内面第24AA条1A规定 任何人意图作出革命或破坏行动 去推翻联邦宪制 或以武力推翻联邦政府或各省政府 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 另外即使你只是职人出口 促使他人以武力推翻澳洲政府或联邦宪制的话 根据刑事法1995第80点2条的规定 最高可以处7年的监禁 第80点2C条 任何人只要进行恐怖活动 已经定罪可以判处5年以上的监禁 如果是鼓吹恐怖主义 又或者提倡要发动恐杂 即使没有任何实际行动都已经构成犯罪 最高可以判处5年的监禁 另外澳洲议会在2005年通过反控修正案 去扩大警察的执法权力 有别于以往 警方必须等到获得恐杂的细节 才可以拘捕去起诉疑犯 新法案下 警方可以拘捕和提供参与策划恐杂行动的疑犯 大大增加了警方预防恐怖主义行动的能力 所以只要澳洲政府觉得你有意图 哪怕是你叫人冲自己冲 即使没有任何实际行动都会面临牢獄之灾 那我们继续听下去 有没有一个案例 即是因为那个 如果我又找到条文 然后又找到案例 还要找到判罪给你 就辛苦了 因为他写Revolution 什么 他写Revolution 什么Revolution 你说革命 即是用字眼 他只是说意图 你不需要革命 你只是意图 那什么叫意图 那这个又牵涉到那个执法性的问题 就是他的意图 因为据我所知 他要意图 他要证明他有某些行为 不是 意图 我确实了你有个行为 就不是你的意图 不是 那个我是谁 那问题就是你了 那个我是谁 那个我是谁 什么我是谁 就是我确定了有 那是法官认为他有 政府认为他有 还是哪个认为他有 那是检控他那个人 检控他那个人 那问题就是他检控的时候 那程序上来说 他都要说出去做那些什么事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不肯定是否同一条 譬如说之前阳川繪馆那样 OK 那他们当时都是用国安法去抓的 去告的嘛 那我就想问回 那外国有没有同样地 有人是画了这些漫画 或者写一些文字 就被告意图这样做呢 不是喔 现在就是他认为你是就已经可以了 但是现在那个政权机关 是讲的那个共产党 就是我这样问 如果我 因为譬如说我在美国 我觉得我想民主党下台的 我不喜欢民主党 OK 就算不是共产党 我两个都不喜欢了 我就要找第三个党出来 那我换给人稿 我不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 因为我真的不是检控官 你去挑战了这些没用的 他的条文 我们刚才执着条文这样说 你读一条 我读一条 接着你问我 有没有案例 我没有案例 接着你就开始 会不会这样 事例 开始实景题 因为我们想了解 因为我们想了解条文 那个内容 里头的字眼就需要增长 譬如说什么叫推翻 什么叫意图 什么叫革命 什么叫革命 因为这些字 那个意思 其实就是 我们就是用这些字的意思 去建立出整个条文的意思 那我们要考虑 那条文 是否合理 我们就要釐清 这个字的意思 你明白吗 我现在就是说他们写得很含糊 你跟我说的是 香港的国安法写得很含糊 我就告诉你 美国的国安法更加含糊 那你就说 那些字可以釐清到 其实我就说 他意图都已经可以拘捕你的时候 那怎么釐清呢 但你就很坚持说 不是的 他们那个字眼上是有得讨论的 或者他一定要有一些真凭实据的 我就告诉你 他意图 他觉得你是 已经可以停止你了 就好像最近的英国的那个 有没有一些案例 你见证得到 我没有案例 我没有一个data base 我随时可以讲案例给你听 是 譬如说 之前阳川繪本是一个案例 阳川繪本是一个案例 是 那他告得合不合理 他告得不合理 我觉得都很合理 我觉得都很合理 不是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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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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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实际上问我 我对现在的政政党有什么不满 才带出这些 那我告诉你 这些就是我认为不满的东西了 因为他让我看到 原来现在在他的管治之下 我们去画一些漫画 表达一些意思 都会被定为犯罪的 我就是因为这些缘故 而对现在的政权感到不满 那我告诉你 你知道现在的美国的国安法下 就是譬如不需要授权搜证 可以永久性拘留 拘留而已 我不是判了你有罪 要你坐牢 拘留可以永久性 秘密取证 不可以司法覆核 可以监控你 也可以跨境执法和拘捕 随意取用你的手机和电脑资料 永久持有你的个人讯息 而且要求你保密 即是说你不可以告诉别人 你被人控告你国安法 或者对你做搜查 其实这些你觉得不过分吗 不是 都是那句话 有没有案例 不是 我不是要举一个案例 给你 因为那条国安法 不是不是不是 D先生 他有没有案例 他如果法律可以含糊到 令到别人不敢犯罪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条法律成功之处 而且你问他有没有案例 我真的没有案例 我真的没有案例 不是不是 有没有重复我先那句话 一次 他那条法律能够嫌到 甚至乎是大家所说的含糊到 没有人敢去犯这些罪的 那就是他的成功之处 法律是防止别人犯罪 我觉得挺好 如果他有没有案例 不可以定义那条法律 对还是错的 你正在讨论那条国安法有多含糊 你就跟我讲案例 我就告诉你 我们正在讨论法律含糊 还是讨论有多少冤案 我正在讨论的是 对这个政府 到底我对他有什么不满 就是刚才问的 我正在讨论的是 这些会令我对他不满 就是我们现在走到后面了 我们不是在讨论法律含糊糊 我们又去到你对政府有什么不满 你可以对政府有什么不满 你问完之后我就说 因为我就是知道 如果你逐个去回应 那我们又会转到另一个问题 那我们当然要逐个去回应 你不可以 你讲了一堆东西 你蜻蜓点水点几点之后 我们就直接 哦 我们结案陈词了 那我当然要想一下 你中间那些东西合不合理 或者我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才可以讨论到的 否则我们哪天有讨论 就是你打来 你发表 然后你中间举几个例子 然后结案陈词 那需要我说 哦 当然你可以回应 我都给了他 对啊 所以我正在回应你 我就是说 你对法例有些不满 或者有些案例 觉得他判得不好的地方 那我就告诉你 其实其他地方的国安法都是这样的 而且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国安法先 如果你说人民自决 其实那些加泰隆尼亚都投票自决 蘇格兰都投票自决 不过不行的 因为有国安 所以我们不要讲他们 说回你的绘本 这个绘本 在这个地方国有国法 加有家规则 这个地方的法律 是觉得他不适合的 那就是不适合 正如你在有些地方 你不包着头出去 都是不适合的 都是犯法的 或者你街上跳舞 都会被抓 那不适合就是不适合 那地方是这样的 我不明白 有什么讨论的位置 我就是不想那个地方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住的 我就是不签了 这个法例 不是一个我同意的法例 法例是不需要你同意的 如果你要同意 就是你要参与全部立法的过程 等于你去 不如我 我又说些 你又说些 就不要我说两句 你就打断我 可以 法例跟你同不同意 是两个东西 首先 你全世界都吃香油膠 为什么新加坡不行 那你也可以说 我不同意这条法例 你去吃 人家照召你 不需要你同意的 你明白吗 法例要你同意 哪有法例 怎样不是呢 不是 这个是错的 怎样错呢 如果我对 因为法例应该是有个立法程序 有些立法会 去进行那个立法程序 当然了 绝大多数我相信 是不会说一百条 一百条的人都反对的 通常一百条里头 大多数人都是没什么意见的 尤其是偶然有一些 一条半条 因为其实人出来反对 都是成本的 所以不会动静就这样做的 真的人民出声 其实很严重 所以人民从何去表达 意思就是说 可能立法之前有个咨询 那些人就去表达 然后表达完之后 都是不行的时候 于是如果 如果同意通过这些法例的 一些立法会议员 那些立法会议员 将来不会被那些人 去投票选 那些人就可以用个投票 可以用个咨询的过程 去表达到底这个法例 有多么不满 那如果那些人真的很不满的时候 那些立法会议员 就不敢去进行这个立法 我觉得你 你讲的事情 在大部分的情况是对的 因为真的对 比如立了一条法 第二天可能违离拍车 或者做到什么通道 那就罚款 对吧 你讲的很正确 但是我们讲国家安全法 为什么会由一个地区去决定 国家安全法 对不对 因为大家对国家安全的定义 我想是不一样 因为国家安全 现在问题就是 现在那些法例的意思就是 其实不是国家安全 而是政权的安全 国家安全就是政权的安全 那当然了 这件事是正常的 你换哪个执政党 都是想执政党安全 正常 正常 很合理 很合理 你等于特朗普的国会山莊事件 为什么有人会犯国安 为什么要suit to kill 那它是维护的 不是国家党 它是维护的制度 例如 诶 诶 诶 这个是个简单的例子 中国的宪法里头 是会提及到有共产党的 就是共产党是执政党的 美国的宪法 有没有指明 它会是共和党 还是民主党是执政党的 诶 刚才我们就说了 我们现在讨论自己的国家 或者自己的地方 需要什么 不需要拿其他地方的记录 那我们的宪法上面 有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宪法 会特别去保护 某一个党派 就是国家群人 因为我是处在中国境内 也不去横向对比的话 我看不到这件事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是对其他人不公平 大家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那为什么某一部分的人 会受到宪法的保护 但是某一部分 就不包括宪法里头 问题是那个党你可以进入的 那我不太明白 你可以成为那一部分人 你可以成为受保护 问题是为什么要进入了一个党 才受保护呢 你不在党外面 不是 你有一些 将它简单化了 就是我保护你 你不保护我 我又有房子 你又没有房子 我说的是 那个政权稳定的情况 是在管治上的稳定 而不是说 那个政权 因为它不需要去顾及人民的情绪 而做一些去剝削人民的行为 令到人民是想反抗 但没办法反抗 我现在看到这个情况是前者 你可以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你觉得这件事是在保护那班人 但是我觉得政权的稳定性 对于每一个国家都有需要 要不然就动一些就是出来军变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 我没有见过国家有什么行为 是因为它有一个政权稳定性 就持住这件事去剝削人民 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不存在说保护些什么 我见到的是保护政权和保护人民 是一个等号的 因为人民不需要再 经历不断的投票 宣传拉票 也不需要经历政权的更替 但是政权做得不好 我问你怎么做得不好 你刚才列了国安法出来 然后我就和你讨论哪个地方没有国安法 然后你就说 因为香港这样 我就说香港地区如何主宰一个国家的安全 然后我们回到宪法里面保护政权 那我就想问 宪法保护政权 是全世界的宪法也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讨论政权 用这个方式讨论就不好 因为这样讨论的话 就变成我只能够在这里讨论 但是其实这个这么大的话题 应该是有一个很广泛的空间 给很多人收集很多意见 有一些公平的发表意见的机会 然后可能不是只有我一个这样的不满 可能有另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不满 那不满的人数有多少 不满的人数有多少 原本有14亿人 我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有多少人像我这样的想法 那你就去统计 我怎么知道 你又给了我 对了 所以我就是说 需要一个投票 投票就是做这个统计 正正是因为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要投票 投票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数字 那我们就可以公平一点去看 到底现在的政权是真的好还是不好 以我所知 甚至有外国的大学 或者外国的统计机构 进来中国做的条言 都是97%以上的人去支持这个制度 问题就是 条言和投票是不同的 因为投完票 那个执政党是要下台的 条言完之后 我不知道那些条言结果 政府看到之后 会不会对我抽取算帐 我想问一下 你怎样可以确定投票的人 那个票一定反映到他真实的想法 或者不会被人抽取算帐 如果你要我做这个确定的话 那你怎样确定现在的执政党 是人人都觉得是好呢 你说得没错 但是政权的变更 其实是出现了 一是民不聊生 或者是水深火热 因为以我所知 解放军就是200万人左右 如果反抗起来 其实是能反抗的 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朝代 我们今天还是秦始皇 可能连清朝都去不了 也可能连国民党的时代都去不了 怎会去到今天 那你想一下 你是错的 你刚才说的 不要紧 我错是不要紧的 但是我想说你怎样可以 我去质疑你的事 只不过是你质疑我 你也证据不到自己是对的 我问你上一个问题 你等等 你说条言不一定正确 我就问你为什么投票一定正确 就是投票怎样反映到真实状况 而你觉得投票是真实内容 条言不是 而条言会被人抽合算帐 投票就不会 而那些条言的机构还要是外国的 没意思的 因为不是说外国一定好 不是啊 不是啊 你刚才会被他抽合算帐 那些机构是外国的 他怎样抽合算帐 除非你说其实是兜个圈的 大陆就找外国的机构回来 是 被访者是不能够确定 这些机构背后 有没有政府的参与 那他都不肯定投票点票的人 是不是政府的人 一样是会 又会有保留 会不会是这样呢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planning 去表达 就是负责进行投票的机构 同时是应该有责任 去有证据地被人合理地相信 那个投票是公开透明的 是有效的 我看那个情况是 我看那个情况是 你不是很愿意去接受这件事 而选择不相信的 因为以我所知就是 只要投票的结果 不是你的心水呢 你就会去质疑他的内容 正如啊 正如这个例子 我们都不需要拿中国来举 特朗普输了给拜登 他第一句说的是什么 做假嘛 嗯 那为什么做假呢 喂 人手点的那些票 为什么会错呢 为什么会造假呢 当然啦 他到最后接受了这个现实 也都没有去怎么推翻 但是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即使这个最民主的地方 美国 都是这样的 都是会质疑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投票出来 就不可以质疑呢 他那次不是用人手点 是点票机 当然也是那句 那是美国的事 但是起码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是不是香港 就变成了 以后不用投票 如果按你这么说 我没有跟你讨论香港以后 不需要投票 我更加一开始就说 现在在完善选举制度 我相信未来是有机会 可以投票去选到你想选的特首 或者你想选的人 但是 刚才我们展开了 去讨论这个制度 好还是不好 那我就说了 我认为它好 或者暂时未出现有问题的地方 那你就有一些假设性 假设 现在如果有很多人 是讨厌的 即使有一些中立的 或者外国的机构 去做一些条件 我们都要假设 他们的市民是害怕 政府秋后算账而做 那其实你所有假设性 你等我说完 你所有假设性的问题 是很难满足你这些 假设性的情况下 得出一个你想要的答案 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因为即使你去做一个投票 就当你明天搞到一个十四人投票也好 结果只要未如你的理想 你都会去假设 那些人是在高压的情况下做投票的 一定是做得不够什么 那你应该说又是假设性 不是 这是根据你那个情况 那个模式 那个逻辑去推论 好像你最初那样说 我们不需要真实去经历 我们去估计 那我就就是说 刚才你说条件的结果不准确 如果同样投票出来的结果不适合你 你都可以说他不准确的 或者起码这么说 如果那个条件我没有发现 我没有参与这个条件 你没有参与这个条件 他没有问过 他没有问过 没有 条件呢 首先我不知道你 你有没有学过statistik 我知道statistik 所以我就说这个有问题 因为他只是抽过 sample 我不是 当然不是这样 如果你这么说 无限质疑 我们在说的是 如果人家是做个 sample 那 sample是够大的话 是可以在统计学上 足够反映到那件事的 一个合理的推论的情况下 那个现状的 但如果你说 那不是 他那个现状没有问到我 其实他可能问了10个 好像你这样的人 你怎么知道 你又是假设计 没有问到你就不准确了 我想问 为什么可以进行条件 而不可以进行投票呢 条件当然 当然了 我知道statistik 我都知道它是怎么做 sample 我都知道 可以从数学上计算得出 有多少人去参与 那个条件的时候 就可以有多少percent的机会 是反映到真实 我知道这些东西 那问题就是 为什么不简单 这场上投票呢 更加直接更加全面呢 好了 那今集的节目 到这里就完了 下集回来 会有更精彩的内容 不想等 又或者想听原汁原味版本的网友 可以去回衝出来播的播放列表 找回2023年2月14日的直播看回 对于节目内容 有不同见解的网友欢迎留言聊聊天 但记住 做过文明的网友 注意延迟 想在直播节目 又或者通过录音 在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资讯的话 不妨通过画面的联络方式去联络我 今天要说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